是不是许红豆跟你说什么了 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那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呀 那你跟人家说呀 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喝闷酒 有什么用啊 你得说呀 得说 说什么呀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我没什么想说的呀 你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 我还不知道你 你是那种要真没什么想法 那就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 现在对人家起了贼心 就是看人贼没熟 眼躲躲闪闪的 你看看 就是这副贼样的 小点声 孩子听听 小孩子懂什么 放心吧 之前我就不想拆穿你 我看你还挺般配的 你聊得来 赶紧跟人家说吧 说了 那然后呢 什么然后啊 拒绝的话你就死在这份心啊 对 但我觉得他对你也有点意思 好 就当他对我有意思 然后呢 这不废话吗 在一起呀 怎么在一起 在一起 你还怎么在一起 那就在一起嘛 我就不明白怎么在一起 我在这儿 他去北京 搞异地点 那你想办法把人留下来呀 为什么在你的设想里 是我把他留下来 而不是我跟他走 因为 你不可能跟他走啊 你留下这么一大摊子 你跟他走 不可能 既然我不可能跟他走 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为我留下 为什么男人理所应当地认为 女人就应该为了爱情 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妥协 而男人就只需要一句口头的保证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我没这么认为啊 我是觉得 两个人得相互理解嘛 你都说了我不可能跟他走 怎么相互 行 行 行 是你喜欢人家 又不是我喜欢人家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我才焦虑的 见不到的时候又想见 那见到了吧 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觉得 我整个人现在冒着傻气 你现在浑身就在冒傻气 你现在浑身就在冒傻气 喝酒 喝酒 我说真的 想太多 一天天的脑子里想那么多事 工作上你想得多 可以理解 你说你看上个姑娘也想那么多 累不累啊 要我说 要我说啊 你就别管以后怎么样 你就对他好 使劲对他好 等人家走了 那最起码也能记得你的好啊 行 你自个儿慢慢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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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好 好 好 阿嬷 阿嬷 给我讲故事 今天不讲了啊 阿嬷工作呢 阿嬷叔叔给你那本书 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阿嬷 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叔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老叔喜欢红豆姐姐 那算什么秘密 阿嬷 老叔多不说 你怎么知道的呀 因为阿嬷是过来人呢 你从哪里过来的 这个问题呢 我很难一下给你解释得清楚 简单说 就是阿嬷呢 曾经喜欢过别人 知道喜欢一个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你是说我阿爸 在遇到你阿爸之前 阿嬷还喜欢过别人 别人是谁 别人是我高三时候的同桌 他学习特别好 然后呢 长得很帅 皮肤有点黑黑的 然后一笑起来呢 右边有一个小酒窝 你这个大妈的 跟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妈 你怎么偷听人说话呀你 我没偷听 睡觉吧啊 行行行 睡睡 热睡 睡觉睡觉 阿嬷我想看会儿书在睡觉 行 那你看一会儿 阿嬷玩会儿手机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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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